好 現在我們開會 今天總共議程前發言有18位議員提出議程前發言 首先請李鎮議員 多謝各位主席 各位同事 我今天發言的主題是 完善最低工資加強僱員保障 收取物業管理業務的清潔及保安僱員的最低工資法案 建議將最低工資的時薪、日薪及月薪分別增加2元、16元及416元 這是法律實施三年紀首次對這間工資金額作出調整 上述調整能言理想 只是僱員勞動權益向前發展的一小步 但這一小步行得異常的艱難 1718年住戶收支調查顯示 本路堅尼係數為0.36 及1、2、1、3年的0.35有所上升 如果扣除政府福利及津貼 堅尼係數則由5年前的0.38升到0.40 反應估到貧富的差距有拉大跡象 一項業兩工總最低工資金額 三年多未有調整 是不是會對堅尼係數的上升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呢 調整今天後的一項業兩工總最低工資 雖然緊覆蓋約8,500名僱員 卻會影響社會整體的和諧穩定和發展 政府不應該忽視這個群體的生存和發展的訴求 一項業兩工總最低工資法律 在實施的過程中 作展報導出一些問題 極待解決和完善 首先是月薪僱員超時工作的時薪補償 低於法定的時薪金額 損害了僱員的權益 對此本人陳聯同 林倫偉議員致函立法會和第二常設委員會 建議在審議法案時 考慮增加月薪僱員超時工作報酬 需按法定的時薪金額作為基礎金額計算的條文 但是法律顧問認為 有關的建議或與勞動軍力法有抵觸 且增加條文需修改最低工資的法律 政府需重申提案或阻礙最低工資金額調整的進度 認為計算的方式檢討 夠適應在全面最低工資法案進行 其次是檢討期不明確 法律規定最低工資金額需每年檢討 但對於每年檢討的理解 政府和社會並未形成同一個形式 是每滿一年後開始新的檢討 還是檢討報告應該在每滿一年之前就已經完成 並且根據檢討的結果 決定是否在每一年後開始實施新的最低工資金額 其實香港已經給出了清晰明確的詮釋 香港的最低工資條例規定 行政長官需要求最低工資委會 每兩年至少就發定最低工資水平的建議 作出報告一次 據此規定 香港政府自最低工資 在11年5月1日實施以來 以分別在13年、15年、17年的5月1日 對最低工資金額作出調升 今年的5月1日 也將進行第四次的調升 由此可以理解每年一檢 應該是在每滿一年前即已完成檢討報告 並依據報告結果 決定是否在滿一年後開始實施新的最低工資金額 這才是以民為本的正確思維和做法 純粹兩個問題如果不能盡快解決 勢必對固然的權益 造成持續性的損害 削弱最低工資對低收入群體的補助作用 本人希望政府適時對一行業兩工種最低工資法律 進行檢討和完善 堵塞流動 明確檢討其定義 完善最低工資金額調整的機制 調升一學業兩工種最低工資金額法案 仍在立法會細則性討論 本人希望法案能夠盡快完成審議 並盡早落實生後 讓相關的僱員盡快受惠於這個來資不易的發展成果 多謝 多謝